大愛思與前夫汪小菲 近日因為離婚所需支付的費用 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 就連汪小菲媽媽張瀾也多次在直播中開罵 沒想到近日卻傳出張瀾確診的消息 張瀾雖然染疫但依然賣力直播帶貨 在直播過程張瀾似乎很疲憊 甚至一度眼睛都快眯起來 但她還是強打精神 努力和粉絲們推銷 並在直播中不斷喊話 希望大家不要怕 如果染疫就要多喝水 按時吃藥 一切都會慢慢變好 不過網友卻發現張瀾雖然在直播時 身邊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但她卻沒有戴口罩工作直播 讓不少網友們紛紛吐槽 希望她能為員工的健康著想 也再度與網上一起熱議 我就在這歪著 我多幸福 我在這躺在這 我休息在那寶寶 你讓我一個人 我該胡思亂想了 你知道嗎 我在這還跟你們分享 分享 啥都不是事 知道吧 今天第二天沒事 知道嗎 嗯 那你會不會輕鬆的 我會不會輕鬆的 你會不會輕鬆的 我會不會輕鬆的 現在的例子 來吧 甚至是